那台湾的疫情在凡那比台风过后 越来越严重了 高雄市出现了7名类比居的确定病例 其中还有一人死亡 而包括了这名死亡病例在内 总共有5个人是住在莲池潭的附近 高雄市卫生局因此研判 应该是群聚感染 凡那比台风过后 高雄市出现7例类比居的确定案例 其中一例82岁患有慢性病个案已经死亡 包括这名死亡案例在内 共有5人住在左营莲池潭附近 高雄市卫生局研判是群聚感染 而且目前左营万年计 正在莲池潭热闹举行 会不会造成疫情扩大 高雄市卫生局局管助长韩永光表示 类比居的感染途径 包括吸入或是吃到受污染的土壤水 还有皮肤伤口 接触到受污染的土壤和水 不过并不会游人直接传染给人 民众不需要恐慌 另外类比居出现大多和台风过后有关 卫生局研判这次也是相同的状况 卫生局同时呼吁 虽然目前市区环境做恢复正常 但类比居潜伏期短则两天 或是长了好几个月 感染高危险群的老人 慢性疾病患者 或是免疫力较差的民众 还是得多小心 有发烧 咳嗽 虚弱症状 不要感染病 记者吕淑莎 莫昭全 高层报道 货带